我們暖玩是為了彈一首小胖鋼琴曲 然後你是彈小胖鋼琴曲暖手 我台灣小胖鋼琴我就已經玩截篇了你知道嗎 你講這樣假的你這樣不會再 你都要比賽 我們非常開心今天可以邀請到林皓維 他是這一次小胖鋼琴大賽 代表台灣去比賽的一位音樂家 大家好我是林皓維 你現在是 現在目前是高了 那我自己呢很多的問題 很想要問那些有參加過小胖鋼琴大賽的人 就是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你這一次是以最年輕的姿態入選這個比賽 那你才16歲對不對 那個時候才16歲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通過的時候大概是15歲 15歲通過了 各位朋友你們15歲在幹嘛呢 我現在想不想我15歲在幹嘛真的夠不 我自己想要知道的是 當你知道你自己會去比賽的時候 就是你被選進去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是有預料到還是你完全是意料之外 其實呢那時候剛公佈結果的時候 我是在飛機上 那去哪裡 就是剛從美國考完試回來這樣子 就其實那時候有點緊張了 因為畢竟那時候考試其實是沒有沒有考上 結果我就和媽媽在飛機上買網路 發生入圍就真的是 所以各位在一直尖叫嗎 快要尖叫 天哪 這一趟去比賽的時候 在比賽的當中 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你最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其實 除了就是在比賽 因為都有直播嘛 就是你看直播的時候 其實會比你在現場真的去聆聽的時候 還要來的緊張 可能是因為你會看到很多就是留言區 會很多人留言 別人的評論然後你就 對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雖然我沒有到那個大廳 但是我在我們運學人的地方的時候 感覺那個音響 還有就是整個比賽的戲分其實是蠻不一樣的 所以你自己當下談的時候 你是屬於超級緊張嗎 還是那一天的表現你會覺得 其實當下談的時候就是沒有很緊張 還算是蠻放鬆的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就是上台前的那個 大概一小時左右 是最恐怖的時候 對 對 是最緊張 就是還沒碰到鋼琴之前 在那裡等 就很焦慮 真的我發現我自己也是這樣 就是還沒上台前是最緊張的時候 結果一上台之後反而會覺得 這個是你熟悉的東西 就是自然的表現這樣 對於你的前一號 或者是你聽到誰彈得很強 什麼什麼那種 會影響你的心情嗎 其實說真的是不會影響到我太多心 就是比賽前我還是會去聆聽其他選手彈 那這次很剛好就是 我後面的一號剛好是今年小猛大賽冠軍 對 好險是後面嗎 哈哈 如果是前面感覺更糟就是 這樣 這樣子 所以你也自己有follow全部的比賽到最後輪 就你有一直看就對了 其實我一直都有follow 那所以第一名也是你心中想的第一名嗎 第一名也是 雖然是我覺得他各方面都非常欣賞 你沒有什麼可以提供上台前解除緊張的一些妙方 因為你感覺好像 你好像不太會緊張上台之前 就上台之前可能要就是多深呼吸啊什麼 有用嗎 最重要還是你心要很平靜再有用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練琴 練得好就不會那麼緊張了對不對 對 但是很難就是有練好的一件 暖手有什麼方法暖手 你自己是彈什麼暖手我可以聽嗎 暖手喔 還是說不需要鋼琴就是一些 沒有沒有沒有可能就是台階比如說消防練曲之類的 快快的做暖手才會比較 就讓你的手馬上可以打開這樣 我們暖完是為了彈一首消防練曲 然後你是彈消防練曲暖手 我彈消防練曲我就已經玩截篇了你知道嗎 OK所以你是用消防練曲來當作暖手的 對其實我發現其他的參賽選手也大部分都是用消防練曲來做暖手 比如說三度音啊或者是什麼 對 各位朋友你先把三度音暖手練起來 你下半輩子就可以用暖手來暖手 OK好這是這個暖手的高度 可能在這個平台就是 沒辦法推薦給一些普羅大眾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辦法用消防練曲來暖手 在所有的比賽當中呢 你覺得看其他參賽者或是你自己學習到最多的是什麼 對你的彈性有什麼大改變嗎 在想法上是蠻有改變 因為我就是算蠻長在國外比賽 對也會認識一些大概在你的年齡正負五歲的朋友 就是在這個年齡層算是非常厲害 就常常在比賽的一些朋友 對所以其實你常遇到 然後你其實會有比如說一起去吃飯啊 或者是之前我們還就是我去比過一個叫飯客愛粉的人 就是我們還一起去遊樂園玩 就一起做音效飛車 喔真的 其實其實交情都還不錯 所以剛好如果在這次小貓大賽有遇到的話 我們都其實都約出來吃飯 我大概約了大概三四個朋友有 喔我會開飯耶 吃飯啊比如說聊一聊他們是怎麼準備這個小棒港型大賽 喔真的 就是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很不得了 怎麼說 比如說你們的練琴菜單是什麼 你們一天會練多久 像我的話我真的很不認真 很不認真 原來先我們來聽聽看Howard的不認真大概是多不認真 今天大概兩小時 講真的假的你真的很不認真 多比賽 平日的話大概兩小時 週末的話可能就六小時 但是也就是很爽 可是你這樣不算練琴魔人耶 所以我比完賽以後我發現我真的需要很大量的練琴 所以我開始變得 是充電石頭 對我開始變得很 很愛練琴 很愛練琴 所以你的那些朋友他們的練習時間大概是多長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讀音樂院的 所以他們在練習的話十小時 而不是問 你說平常 平常 每天 其實他們對他們來講可能每一天都其實都一樣 就沒有再分平日跟假日 像台灣上學就會發滿多 對 因為台灣上學就是早上八點到五點就被固定住了 對 然後你只能放學在練 可是已經很累了 所以你用的時間 注意力集中的時間就難一點點 對 特別是就是住在讀石的話不能練太晚 所以你會被抗議嗎 我是不會 但是我會自己停止 就到十點的時候我一定要 你不要停止啊 你的邻居搞不好我會想 Howard不要停 想來多談一點點了 都不用買票可以聽到聯合微彈琴 所以你就要整整彈到十點 對啦那你也盡力了 對 沒有沒有我 所以我會把時間往前拖 往前拿 對往前拖 所以你現在就練琴的時間變長了 你覺得是因為這一次看了更多 在這個世界上很厲害的年輕音樂家 他們其實練琴的時間真的需要這麼多 需要很多 因為真的曲子量非常的多 就是你幾乎肖邦的作品 你每首都要回來 對我還有一件事情是 你們到底怎麼能夠塞這麼多樂譜啊 因為肖邦剛剛在比賽這樣 從頭到尾的曲目這樣加起來 一個人手上大概至少要有多少曲目 他能去比賽 如果從你從錄TAPE開始 然後到最後比賽 你準備了多少交換的作品 雖然說我沒有進到真實賽 我只有參加育選賽 對 但是你應該還是有另外一個 但是我 就是光錄音的時候就是 是錄第一輪的曲目 然後育選的話可能就是要 兩首練習曲 然後一首夜曲 然後一首敘事或者是幻想或者是傳歌 然後兩首小的馬豬卡這樣 然後呢錄音的時候 它其實是要兩首練習曲 但是要跟你育選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至少要會四首小棒的曲目 非常熟的四首 它有指釘 然後也要一首夜曲 然後會寫曲或虛實曲之類的 所以光是從台灣這個TAPE這一輪 然後進到育選輪 你至少就要有12首小棒的曲目 我剛剛算起來 除了練習曲一定不能重複 其它是可以重複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強大 是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學生一般來說 很少人可以手上馬上這麼多曲目 因為台灣的考試制度 比較是說一個學期就是一首 對吧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要更宏觀性的 更國際觀的一種練習方式 就是大量的 心的曲目一直進來 然後同時手上要能夠拿出非常多的曲 所以我現在順便點小邦曲子 你這位談 他說先不要 可能有聽過 但是不一定一定能 所以你是喜歡小邦的嗎 還是你談得有點膩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真的從頭到尾都很喜歡小邦 OK 好那再來我想要問的是 從你比完這個比賽之後 你覺得你有什麼樣最重大的改變 我剛剛聽起來是練琴時間嗎 還是想法上有什麼其他的想法改變嗎 練習上的話真的是時間 就是我而言啦 其他人不用 我覺得我 其他人不用 所以你們都不用練啦 我練就好了 我練習的時候就是 我可能需要就是練更多的 因為你可能本來覺得有點缺乏 對我覺得技術沒有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更多的練習 不是只有練小邦練習曲這樣不夠 可能還要練一些最基本的 回到最基本的 所以你覺得在技術上面的缺乏 是你看見的 我算是我覺得我很缺乏 但是其實在台灣的話 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你一到過國外 你就會覺得 喔什麼叫技術好 你才知道 程度會差距很大 特別是小邦練習曲 你彈下去那幾個音 人家就知道 不用騙了 那是純技術的方面 但是音樂也是另外一種技術 所以如果你技巧不好 你沒有辦法彈出很好的音樂 就你做不到你想要做的事 心有原力不足 對 所以回歸本職 其實練技巧還是為了音樂 十幾歲講那個話 我嚇死了 結語都給你結了 結語都給你結了 我不用講話 練技術是為了音樂 就是你不要再說什麼 我都只有技術沒有音樂 你放心啦 你也沒技術 不是不是 真的我講坦白了 就是你說的所謂的音色 所謂的樂句 所謂的架構 所謂的畫面 都是技術來的 你沒有技術 你怎麼完成那些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對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比賽當中 你看到 哇什麼叫做真正的炫技 真的技術是非常非常好的參賽者 還有什麼心態上面覺得 台灣的學生跟國外的學生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心態上面的話 我就是忽略了它的規模這麼大 你怎麼會忽略呢 你怎麼可以忽略這麼大的事 我就是沒有太認真的去想說 我這個群目要怎麼安排 我懂你意思 就是你沒有那種很積極硬硬的那種心態 其實很多像我朋友或什麼 他們可能兩個年前就開始準備 像他們會去參加一些附屬的比賽 比如說北京肖邦或什麼 暖身 韓國肖邦 所以他們已經很熟練了這樣 他們其實曲目都run過很多次了 我真的相較起來算是非常不熟練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準備一個非常重大比賽之前 它是必須要讓這些曲目夠純熟的話 不是只有練熟就好囉 要一直不斷的上台 讓那個曲子在台上熟成很多次這樣 對 所以說這個也是你學到很重要的經驗 很重要 比完賽回來之後 你覺得有其他的人看你的感覺都不一樣 就是哇 啊什麼什麼有給你一個什麼樣的壓力 或者是偶包嗎 有沒有覺得 就是人家可能看到你就知道說 你有去參加過小黃大賽 就是你被冠上一個頭銜 對 但是 就像我們冠你 沒有 我是從小就知道浩威了 真的因為我們之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然後我就以前知道人家皮皮蛙 然後他想說超可愛的 然後就是一個西瓜皮 然後那時候在小黃大賽看到你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長那麼高了 因為以前就是 我記得你以前蠻矮小的 對對對 但現在很高 對他完全變了 就是阿姨也算是看他長大 你會有別人看你的壓力嗎 那些 會第一種 第一種好的話就是人家會覺得 可能是有到一定的水平 然後他入場卷 對 但是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沒有進到第一輪 就算是我還沒有來參加過小黃的正式比賽 OKOK 哇我嚴格標準 我真的要踏上那個最高的那個音樂廳 我才算是 有踏進過這個比賽的感覺 對 對 辦人家都會說阿你一下就被淘汰了 這樣比較不好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 你也不怎麼樣 你一下就被淘汰 那接下來就想要問你說 你覺得你未來的下一步 有什麼打算 可能明年會多積一點曲子 因為可能準備小黃大賽就是 比較多的是小黃的曲子 那我在這幾個月 其他作家曲子可能會變得練比較少一些 喔 趕快補充能量 對我要慢慢平衡 再抱一點其他的比賽 練習菜單你最近新練的曲子有哪一些 比如說像 德布希的印象 或者是 展覽織滋滑 這些 好好聽喔 對對 那我自己呢 幫所有在台灣呢 學音樂的小朋友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想要給一些台灣學音樂的小孩建議 你也是小孩 台灣學音樂的人建議 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的建議就是不能被比如說 你一學起就是只彈一首 這樣是就是 這個制度綁住 對不能被制度綁住 就是你要跳脫出來 然後你要 不能就是都只想說你想要彈什麼 你要想說你可能這個年齡 你可能需要一些什麼曲目 擋作基底 你才有辦法在年齡增長的時候 慢慢的往上 你才有辦法有更好的發展 比如說你可能小時候9歲你就彈什麼 小幫波蘭舞曲 其實這樣是對你學起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只是硬撐起來這個曲子 可是你不懂它的意義 然後很多墊底該練的東西沒練到 就是我這趟回來我還是覺得 基本功真的很重要 那所以對你來說 你覺得現在你會欠缺的養分是什麼 你要來當作一個基底的練習 目前的話我可能會把 第一個我還是會去練策而已 第二個我可能就是要把小幫練習曲 我不用彈很多手 但是我要把我彈至少四五首要彈得非常好 然後第三個可能就是當巴哈的 比如說前奏與副歌 或是法國族曲之類 當作的任何歌聲的這種訓練 這個菜單就還蠻完整的 提供給大家一些練琴上的建議 因為台灣的曲向 真的非常就是練一個成名曲 對 就是一曲歌王 對 然後你就可以拿這個曲子去比試賽 對 再比全國賽 然後大考 自勝 然後就啪 就很強這樣 但是就是如果說要很全方面的 顧到很多不同種的風格 或是很多技術 其實是非常缺的 那很可惜 就太偏實了 對 那還會再一次去比超方比賽嗎 我希望是一定要去 真的 所以已經開始想要預備這件事情了 對 太好了太好了 那就預祝你下一次比賽更成功 然後爭到你最夢想的殿堂 謝謝 謝謝浩瑋 謝謝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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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